腦栓塞案例 从2015年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 在无语中看到张老师的视频 那时候我就深深被张老师如师奉献的精神所吸引 也心向往之 其中这段时间我也有用他的手法帮朋友按推骨 觉得蛮有效的 2016年2月27号凌晨4点钟左右 忽然间我感到手脚无力 那时候我记得信仰不会是中风吧 那时候我打电话来基金会 基金会说休息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是放假年秋三天 没办法只好叫救护车送我到我们园园去 可是住院期间 就只跟我一天吃了通血管的药吧 药就一天吃一颗 2016年3月3号的时候 我就跟医生请假 我就吃日跑来原始点 所以我回去 我礼拜一就跟主医生讲 我就问他说 医院有没有办法把我的中风治好 他说我没办法 我从3月7号 礼拜一出院 我3月8号就第一次来基金会 那时候我来基金会 第一天的时候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因为我左手左脚无礼 站起来就往左倾倒 可是经过师兄的按推以后 我站起来左脚就比较有力 可以站得比较猛 隔天3月9号再来基金会 也经过师兄的按推 我拿了辅助架 走了四趟 3月11 礼拜五 我再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辅助器拿掉了 自己空手拿了 就可以爬那个阶梯50下 回去以后就照师兄跟我讲的方法 温乎运动 然后3月14号来基金会 就可以在后山杯捷运站 上下来回六趟一个钟头 到了4月1号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在后山杯捷运站 55分钟我就可以爬上下16趟 每次两届 也才20天左右吧 我就几乎有护运到六七层的 我现在基本上 我的生活跟我的行动 都是自己来打的 我姜汤刚开始的时候 我差不多干姜60克 用六碗水 用电药煮煎煮 然后剩一碗半 每天煮三次 后来就每天30克干姜 也是六碗水用电药煮 剩一碗半 每天三次 我温乎睡久 每天差不多两个钟头吧 其实其中我大部分都是靠运动 我听了师兄的话 每天就拼命的运动 可是真的很累很痠很痛 全身就痛得要死 可是咬紧牙还是每天的动 就是每天每天都在动 不管它多痛多酸 还是要运动 所以我觉得运动 还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方式 今天是2年16年4月7号 我复原的状况 现在让我走路已经 几乎都无障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